网红沸腾虾烹饪不当 小心烧了你厨房 毛潭覆盖婴儿车 竟会让宝宝身处险境 新闻大求真正在播出 首先啊 一定要长得好 一定要配得上我 无论急 其次啊 要特别会做菜 你这个铁公鸡 怎么会愿意花钱 请人抓你女朋友啊 是她喜欢我 而我对她呢 那是爱打不理啊 忽来何去的 这个估计有点难 加钱 加钱就没问题 你是没有见阿凯昨天那个样子 你怎么来了 人家担心你没有好好吃饭 专门来给你做饭啊 她呀 什么都好 就是从小就喜欢做吃的 哎呀 不就是一个小姑娘给她做了一顿饭吗 哎呀 看把她嘚瑟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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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坤 我说你怎么今天一路上哀声叹气的呀 我 阿凯 哎 我不知道阿凯怎么跟你说 爱情的烦恼 哎 哎 哎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哎 一言难尽呀 哎 吃饭跟说啊 胖婶 胖婶弄点吃 那 你给你准备好了 一桌子呢 这是什么情况啊 哎 一言难尽呀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一大早上呢 就是挺漂亮的姑娘 哦 她到我这儿来问 胖婷是不是经常在这吃饭 我说是啊 啊 然后她 又一到后厨 就忙活起来了 哎呦 做了这一桌子的菜 现在孩子里头忙活呢 好好好 哎 不管了先吃吧啊 哎呀 都是爱情惹的祸呀 难道你也被女生给摊上了 哎 但是啊 你比我幸运多了 你这个姑娘做的菜 香 味 怎么了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快去快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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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 你真的太幸福了 我也觉得 上菜了啊 哈哈哈 哎呀 啊 吻哥 啊 來 我来为你吃菜 哈哈哈 哈哈 去啊 啊 我等会儿再给你们做一道菜单上来 现场做好不好 还有菜 走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一款网红虾 我叫它 碰人心动虾 今天我就要给大家露两手 让大家开开眼界 哎 不好意思啊 这个做虾呢 气势是一定要足的 这个油温已经差不多了 先把油倒进碗里 先下配菜 下浮量 好 小翠 你没事吧 没什么大事 只是我觉得奇怪 这个菜我明明研究了很久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 确实啊 以我多年从事餐饮业的经验来分析 问题多半出现在这个碗上面 玻璃碗 玻璃碗 不信 你们看 有油 虾 虾 虾 蒜 辣椒 洋葱 调料 只要15秒 就能做出学家最流行的沸腾虾 开始 是不是超级简单 是不是一看就会 不过 为什么很多人做出来 却完全不一样呢 吃虾不容易 厨房便占定 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做法 效果为什么不一样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玻璃碗是很多人做沸腾虾食 用来装热油的器皿 我们从市面上随机购买了三个玻璃碗 进行实验 它们的价格从几十元到一百元不等 接下来我们首先把油烧热 好的 油热差不多了 三 二 一 倒油 哇 天呐 快看 滚烫的热油刚刚倒进去 一号玻璃碗立马炸裂 热油顿时弄得到处都是 在这种情况下 这位人是很容易被烫伤的 接下来我们看二号玻璃碗的表现 蜡热油 倒油 二号玻璃碗并没有什么反应 接下来我们放入食材 随着清脆的碎裂声 二号玻璃碗的侧面出现了明显裂纹 虽然最终并没有炸开 但同样是相当危险 接下来是三号玻璃碗 倒游 好 放入石材 三号玻璃碗安全 大家看我们使用了三号玻璃碗 就有两个出现了炸裂以及裂纹 这说明在玻璃碗里这座沸腾虾 发生危险的几率还不小 这是因为当两百多度的热油 倒入玻璃碗的瞬间 玻璃很可能会因为温度骤面而炸裂 而在加入石材的过程中 产生的大量气泡 也会对玻璃碗内壁形成压力 同样容易引起玻璃碗的炸裂 用安全起见 西门大求真建议大家 制作沸腾虾或者类似的菜品 禁止用玻璃碗盛装热油 制作沸腾虾皮 很多人还遇到了一个常见现象 就是放入食材后 混合的热油会突然大量溢出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三个同样大小的铝盆 我们在里面分别加入容量为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热油 接下来我们将往里面分别加入同样分量的食材 快看 放了三分之一油量的铝盆 并没有出现热油溢出的现象 再来看看 放了二分之一油量的铝盆情况如何 哇 又递出来了 放了三分之二油量的铝盆 放了三分之二油量的铝盆 又会如何呢 天呐 滚滚热油 喷涌而出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因为当油温过高时猛然加入食材 铝盆里的水分会突然沸腾 一旦碗里的油量过多 水位沸产生的气泡 就会把油带出到锅外面 大家就一看 在这些事故视频中 碗里的油量都不少 周围人稍不注意 就有炕伤危险 而在制作沸腾加的过程中 有的人是把容器直接放在炉灶上加热 然后再倒入食材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放的油过多 出现热油汹涌喷出的情况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准备出去 三 二 一 加入食材 快看 变硬而出的又油热的明火 瞬间被点燃 一旦旁边有人会被逆燃物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制作沸腾加等类似菜品质 容器里的油最好是在三分之一左右 避免热油溢出 并且要远离火源 防止已然溢出的热油 万一起火也不要慌张 赶紧用18步覆盖灭火 千万不要用水进行灭火 不然火气反而会进一步扩大 要死 其后 原来是这样啊 胖伤 我真 也算是工伤吧 你得给我加钱啊 加 财物是问题 等一下 胖锤 那不是 你注意求求 怎会 会加钱呢 哎呀 他其实是我花钱雇的 来来来 解忧吧了解一下 什么关系 到底什么关系 说说说就是这什么关系 好像是小两口在吵架 我跟你说 一般这种情况 这男人的问题就说不清 什么关系 你跟厘米什么关系 一米等于一百厘米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行了 别人小两口吵架关我们什么事 赶紧把拳门发完 回睡觉会困死我 但是你听他这个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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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 整栋楼就听见你在叫 你以为我想叫呀 你来叫他试试 爸爸妈妈好凶啊 你看吓个孩子 爸爸 就你会做好人 你要像我这样 一年365天管让他试试 你还别急我 从明天开始 孩子我来管 我还就不信了 儿子 有个词叫 不识下问 所以呢 你以后在学校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你就要问 你知道吧 嗯 知道了 嗯 真乖啊 爸爸 那个房子有几层啊 一二三 不知道 那这飞机是什么开的 不知道 哎 那这个树是什么树啊 这个树我怎么 嗯 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不是我就不 就不 小燕子 春花 哎 哎 宝宝 哎呀 哎呀 你动作我宝宝了 哎呀 宝宝快快长大 长大陪外婆跳广场舞器好吗 妈 哎 回来了 哎呀妈 这到底天哪 你干得那么严实干嘛呀 都快捂到鼻子了 多危险 我还不是怕她感冒吗 太刺眼了 这样不就好了吗 好好好 宝宝 我们回家去喽 你说这孩子怎么一长大就那么麻烦 这小时候多可爱啊 你笑了笑了 还是小时候好 真可爱 这小宝宝多好啊 拖在车里安安静静的 不对 等一下 叫我吗 那个宝宝在里面吗 对啊 你们这样躲着可不行 来来来 你干什么 我不是坏人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有了 我找个人给你解释一下啊 潘滚 潘滚 来来来来 猫 哎 这 这个毯子可不能就这么直接盖在车上啊 嗯 这温度太高 孩子会被憋坏的 为什么呀 我这薄 我这个很薄很薄的啊 应该是透气的呀 那也不行 我看啊 是时候给你们科普一下了 阳光明媚春暖花开 随着气温的上升 很多家长会推着婴儿车带着宝宝外出探亲 但有时阳光强烈 怕孩子太晒 不少人会在婴儿车上盖上一层宝毯子 帮孩子打太阳 但您知道吗 这种做法其实也会有危险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求真实验员楚寒 看到我手上的这件宝毯子了吗 为了验证我们的宝毯子 覆盖在婴儿车上 究竟有多危险 我们今天呢 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实验员 那就是我们的小狗 汽儿 这是一辆普通的婴儿车 在今天的日照条件下 不盖毯子时 婴儿车内的温度 大概为24摄氏度 含氧量在20.8% 好 现在呢 我把妻儿放在婴儿车内 接下来呢 把毯子盖上 模拟在车内 剩下睡觉的婴儿 现在呢 我们看到 妻儿已经系上了安全绳 也盖上了宝毯 接下来呢 我们将这个 宝毯全部覆盖在婴儿车上 好 此时此刻阳光已经照射不到我们的婴儿车了 我们的婴儿能否在里面舒服地休息呢 静静地等待15分钟 刚开始呢我发现它还是挺平静的 而且在里面呢还挺乖巧的 在刚刚过去的15分钟里 婴儿车内的小狗欺儿似乎并不舒服 现在婴儿车内的温度已经上升为26摄氏度 海氧量在20.5% 我们继续实验 哇 婴儿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烦躁不安 而且它的头在左右晃动 好像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 半小时后 婴儿车内的温度上升为28摄氏度 海氧量在20.4% 好 我刚刚发现啊 婴儿在里面的烦躁不安 而且把毯子给踢掉了 它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热呢 我们现在赶紧把实验终止吧 来看看 婴儿现在怎么样了 嗨 小婴儿 你还好吗 看来将整个薄毯覆盖在婴儿车上 这样的做法呢 风险的确是挺高的 而且可以发现啊 就算您的这个毯子非常的薄 覆盖在婴儿车上呢 也会阻碍里面的空气流通 导致车内的温度加速上升 宝宝如果这个时候正在睡觉呢 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 因为过热而中暑 最后导致昏迷等危险情况的发生 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一定要注意了 就算是遮阳也要保持空气的流通 禁止将毯子覆盖在整个婴儿车上 宝宝在睡觉的时候呢 盖的被子也非常的有讲究 不能盖过大过厚的被子 更不能遮住口鼻了 因为一旦这样做呢 宝宝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自救 在台湾就有一位新手爸爸 为了制止自己的宝提哭 用这种毛毯盖在孩子的脸上 以降低孩子的哭闹 不料一不小心闷死了女儿 因为这样子所以不慎盖到他的口鼻 让小朋友没有办法自主的呼吸 而因为产生死亡的结果 无独有偶 湖南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悲剧 一名两个月大的女婴 因为睡觉时不小心被过大的被子盖出口鼻 而导致了窒息死亡 现在您可以看到 在我身边呢 是长宽2米4的一床大被子 我的身高呢是1米66 相当于是 它的比例是婴儿被和婴儿的比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 被这床被子盖住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了 现在我要去体验一下了 我现在就钻到被子里面去看看 被它盖住是什么样的感觉 现在我已经钻进来了 好了 刚刚工作人员呢 把被子全部给我裹颈和压实了 好 此时我已经翻开了这个计时器 然后现在开始启动 我感觉刚刚躺到里面呢 还是可以呼吸的 只是此刻 再翻个身感受一下 哇 我在里面已经呆了挺长时间了 呆正常时间 感觉呼吸真的是挺难受的 刚开始觉得还行 但时间一久啊 这个呼吸就慢慢的有点难受了 此时此刻我感觉真的非常的难受 我很想出去 我们再看一下时间 现在过了多久了 现在已经快七分钟了 我已经在里面待了快七分钟的时间 因为在七分钟的时间 我就感觉我已经呼吸不上来了 整个都是在喘大气的一个状态 我总算出来了 重见阳光 我没有想到 我刚刚顶被子都这么难受 现在是整个把被子掀开出来的 那如果可以想象一个宝宝的话 它是不会掀被子的 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 禁止将被子覆盖住婴儿的口鼻 今天还好遇到你们了 不然糟了 没事没事 只要孩子没事就行 不好意思啊 这孩子也太难带了 冷也不是热也不是 是啊 养儿放肢父母人呐 这当了爹妈呀 才知道爹妈的苦啊 哎呀 这孩子每个阶段都不是那么好带呀 哎呦 哎呀 怎么这个季节救魂啊 来呢 哇 哇 呃 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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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哦 哎呀 哦 这个蚊子 怎么养了这么多宝 今天 不是你死的 就是我 我 阿凯 我让你知道 我让你知道 你这是要搬家 我倒是想搬家 我住那个破地方蚊子特别多 昨天差点把我咬死了 我还以为这蚊子只喜欢我这种香烹烹的肉 没想到也不挑吧 我倒是希望它多咬你 这都是什么 你有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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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把人家商店搬空啊 转炒 构除根 春风 吹你永生 我今天就要说过你 我今天就要说过你 有蚊子 小心 你是要灭蚊还是要灭我 这为什么会起火呢 我说你也太没常识了吧 这杀虫剂和灭蚊拍放在一起使用 不起火才怪呢 我跟你说 这个我太有经验了 我曾经就被我的两个室友上过生动的一课 给你看 这就是电纹拍所产生的电火花 这样的电火花真的能够引燃毅燃毅爆物品吗 看到没有 毅燃毅爆物品 来小夏 你拿着这个杀虫剂 一会儿啊 我让电纹拍产生电火花 你拿着杀虫剂喷我这个电纹拍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三 开始 五 大家看到了吗 电纹拍啊 引燃杀虫剂这类的可燃气体 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 我们将实验升级 在我们的面前 是一个完全密闭的亚克力箱子 里面架着一个电纹拍 而在箱子的顶部悬挂着一个大大的铁钉 一会儿当杀虫气体充满了整个箱子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这根绳子 放下这根铁钉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在这个充满了毅燃毅爆气体的密闭空间内 使用电纹拍究竟会不会爆炸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箱子里充满了杀虫气体 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 接下来 我们将放开这个绳子 让铁钉掉落在地门拍上 3 2 1 4 放 哇 果然威力十足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了 静止在毅燃毅爆物品周围使用电纹拍 哇 原来是这样 不管了 能这么猛 我今天晚上就要跟蚊子决一死神 文静 季南车 指导 写 anc els 写 写 煙